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2月2号的VOA卫视 我是樊宗宁 中国新版护照引发争议 对两岸关系有何影响 中国新一届领导人要如何平息护照风波 避免南海地区的紧张情势升高 尽管海峡论坛邀请华盛顿和台北的两位专家 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 欢迎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 利用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参与讨论 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 400-120-0551 台湾的听众请拨 00-801-148-940 下面把时间交给VOA卫视的新闻主播林森 请林森为您播报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 林森 好的 东京 阿富汗官员表示 自杀炸弹手星期天上午攻击了 位于东部贾拉拉巴德的一个美军和北约空军基地 有关官员说 攻击者在这个机场的入口处引爆了两辆装满炸药的车辆 同时其他几个攻击者试图攻入基地 当局说一名阿富汗安全官员 被炸死 其他几人受伤 其他尸体据信是自杀炸弹手的 当局还说 攻击持续了大约两个小时 但是没有反叛人员能够进入这个国际空军基地 塔利班声称对这次攻击负责 明年总统吴登胜星期六任命反对派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昂山素季领导一个新成立的委员会 调查警方武力镇压和平抗议中缅合资来比堂同框的示威 造成50多人受伤的事件 明年官方电视台12月1号宣布 总统下令成立这个30人的委员会 包括三名村代表军方以及同框的中方人员 调查示威所反映的社会和环境问题 并决定是否准许同框继续扩建 预计这个委员会将在月底公布调查结果 近三个月来 大批村民和僧侣在这家合资同框外扎营静坐 抗议开发公司骗走土地 担心碳框会破坏生态 埃及总统穆尔西决定12月15日举行新宪法全民公决 这部引起争议的新宪法草案 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 穆尔西宣布全民公决日之前 埃及伊斯兰人控制的议会 星期六晚间向穆尔西递交了宪法的最终草案 这部宪法草案保留了伊斯兰法原则 作为立法的主要来源 埃及成千上万的穆斯林 星期六在全国各地举行集会 支持穆尔西总统 以及即将付诸全民公决的 有争议的宪法草案 支持者在开罗大学外 以及其他地方挥舞国旗举着旗帜 呼吁实施他们所说的真主的法律 穆斯林兄弟会号召 在埃及各地举行集会 也是在星期六成千上万的抗议者 连续第九天在开罗解放广场举行示威 反对总统以及宪法草案 他们抗议一项 授予莫尔西总统非常权力的政令 日本官员说 东京以西高速公路上的一个隧道坍塌 导致至少三人死亡 警方早些时候说 他们看到一辆烧毁的汽车里有几具烧焦的尸体 死亡人数可能还会上升 因为据信目前有几人下落不明 电视报道画面显示 在东京以西八十里处的 离山县四点七公里处的新晒子隧道口 仍然有黑烟冒出来 消防人员在事故发生三个小时之后 扑灭了大火 但是鉴于有第二次塌方的危险 救线人员不得不停止搜救工作 有关官员说 有两人被送往医院救治 没有生命危险 日本NHK广播公司报道说 他的一名记者开车经过这个隧道时 正好身后的隧道坍塌 这名记者逃生之后 发现身后大火在燃烧 浓烟滚滚 开车的人纷纷弃车步行逃出隧道 斯洛文尼亚 星期天举行总统大选中的第二轮决选 反对派候选人中间偏左的总理帕霍尔 在上个月的第一轮投票中 领先现任总统蒂尔克 目前选民面对的主要议题是 是否支持削减政府开支和增税 或赞成采取经济紧缩措施 而蒂尔克则表示反对 斯洛文尼亚在2007年加入欧元区 当时斯洛文尼亚是欧元区 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 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 中国新版护照内页纳入日月潭 清水断崖 两岸关系掀起波澜 中国加强主权宣示动作 南海是否会成为亚洲的巴勒斯坦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收看 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 在12月2号 文明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 我是樊东宁 中国新版护照引发国际争议 护照内印制的中国固有疆域 包括了整个南中国海 延伸至菲律宾 越南附近有主权争议的海域 此外在护照内页 中国著名的风景图片中 还纳入了台湾观光圣地日月潭和清水断崖 台湾陆委会强调 日月潭清水断崖是中国民国的 中华民国的领土 不是中国大陆的统治权所及 那于事实挑起争议的作为 伤害了两岸互信 以及台湾人民的感情 那么另外呢 中国国台办则表示 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 这是一贯立场 不存在挑起争议 改变现状的问题 今天和我一块讨论的是 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 下面就请博弈为我们介绍今天 在台北参加我们节目的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东宁你好 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 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 那么今晚的节目主题呢 如东宁刚刚所介绍的 我们要讨论的是 中国大陆新版护照内部的这个图片 所引发的争议 首先由我来介绍 今天在台北所请到的来宾 那么今天在台北呢 为大家所请到的是 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的所长 王冠雄博士到节目当中 那么王冠雄博士呢 对于这个两岸的这个交流 还有对于这个东南亚的情势 还有大陆的情势 都有非常深入的了解 我们今天非常的高兴 能够请到王冠雄所长到节目当中 和华府嘉宾地两岸的听众 观众朋友们讨论话题 王所长您好 是主持人您好 在座的各位这个来宾 以及这个华府的听众 以及两岸的这个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谢谢王所长到节目当中 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 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 谢谢博弈 欢迎王冠雄所长来到海峡论坛 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 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 台湾自由时报 驻华盛顿的特派员 曹玉芬女士 玉芬欢迎您 你好 东宁 博弈好 以及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 在节目进行当中 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 也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 向两位来宾提问题 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 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 400-120-0551 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 00801-148-940 好的 下面我们就正式进入今天的讨论 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曹玉芬女士 是 东宁 您认为这个中国的新版护照 他希望传达的这个政治讯号究竟是什么 美方的反应又是如何 是 我想中国到底要传达什么 那么在他们的发言人的看法来讲 几乎是要淡化这件事情 就是说这没有什么 那么但是我们从各个邻邦的反应 还有美国的反应看来 大家显然认为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尤其美国起先只是说 不帮他的护照背书 到后来就是说要表达关切了 那么甚至要求中国重新考虑 这件事情的政治讯息 那事实上确实这件事情是有政治讯息的 那么我个人的看法是说 因为习近平上台 那么在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上台的时候 大概都会要在主权上面 有强硬的一个这个宣誓 表示说尤其习近平最近不断的在谈 要恢复这个中华民族的这个光荣 所以那么我也不相信这个护照 是突然间习近平上台之后 就决定要突然印出来 当然可能尤其早些这个官僚体系 已经有这样做 因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我们已经看到中国跟周边的国家 都有主权的争议 那么这个东西可以说是 它一整串的一个行动里面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讲地图有没有意义呢 那过去就是说在美国 讨论钓鱼台归属的问题上 地图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 就是说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呢 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 共和国 都没有把钓鱼台画在它的地图里面 所以在当时在美国在研判说 这个地图 这个钓鱼台的主权归属上面的时候 认为说这个部分是一个两岸 就是说在争取钓鱼台的时候 输给日本的这样一个重要的根据 所以说今天所印的这个地图 当然不是只有一个象征性的意义 好的 谢谢玉芬 也将请教在台北的王冠雄 王所长 介绍一下这个马英九政府 他的回应是什么 还有台湾在野党的立场又是如何呢 王所长 是 关于这一次的护照风波 我个人认为这个在台湾这边的反应也是 我觉得是在按照过去的这个时间上面比较来看的话 也是相当的迅速 而且在我们的陆委会的这个发言上面的话 有相当大的一个 我们觉得说可以从里面去看出一些讯息出来 那我们总结一下陆委会他的发言里头 大致上面会不脱离出来 大概是有几个这个重点 第一个的话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这个了解到 不管是这个清水断崖 或者是这个日月潭 或者是甚至于南海这些地方 基本上都是中华民国的这个主权的 这个主张的一个范围 那么第二个的话是希望对岸 能够这个重视这样子的一个事实 那么同时到了最后 也是希望说在这样子的一个事实的这种状况之下 两岸之间的关系 能够继续的往好的方面的发展 那换句话讲 陆委会他的一个发言的重点里面 他就是直接的是针对中国大陆 释放出了一个讯息出来 那么当然这个讯息 我们过去来看的话 也都是会有一些的这个 过去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也就是说这个希望对岸能够重视到 第一个是中华民国 在现实上存在 那么再来的话就是两岸之间 事实上在我们的这个历史上面 文化上面固然有我们相同的一些的地方 但是我们不能够这个忽略掉 政治上面是分裂的这个现实 那所以在这一点上面来看的话 陆委会他的一个发言是这样子 那么相对来讲 反对党的这一个立场上面来看 那比如说这个苏贞昌苏主席 他的一个发言的话 就是直接就是针对着 就是希望马英九总统能够就这件事情 能够多加的这一个陈述 那么特别是他强调了 就是说这个中国大陆的这种做法 特别是把我们的一些风景民胜区 放入他的一个护照里面 简直就是有亲门踏户的这种感觉了 那么当然民进党的这一个朋友们 这个所做的这些发言 大致上面也都是在期望能够激励政府 能够在这个事件上面 能够强烈的表达出来我们的不满 以及对于事实上面的一个陈述 好的谢谢王所长介绍这个台湾方面 包括朝野两方面的一个反应 那回到华盛顿现场 不只是台湾 邻国也表达了很多的抗议跟不满 美方这边一连四天的那个例行简报会 国务院也发表了很多的关切 那么中国好像就开始出现了一些态度的软化 我在继续请教来宾之前呢 想先听听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洪磊他的最新说法 中国印制电子护照的目的 是为了加强护照的技术性能 方便中国公民的出入境 中国新版护照的图案问题 不应该做过度的解读 中方愿于有关国家保持沟通 促进中外人员往来的健康发展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的最新说法 我想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玉芬 您会解读刚才洪磊这段话 是中国太多的软化 而且是在美方的关切之后 希望淡化这个议题所衍生出来的风波吗 我想软化倒不一定 因为最主要是说看到他有没有做 在行动上面有改变 那么中国并没有说他要取消这个护照 而是让护照已经是个既成事实 那当然因为在邻国跟美国的这个反应之下 他把这件事情希望play down 就是要淡化他的这个影响力 希望降低这件事情的争议性 可是我相信因为这个是一连串的领土争议 这样引发下来的 邻国其实基本上已经是 对这个问题有高度的警觉性 这个问题恐怕不是这么简单就会结束的 那么美国那么再要重返亚洲之际呢 刚开始我们也看到他不是那么快速的 就是虽然第一天的反应不是这么快速 就是说要出面关切这件事情 可是接下来你就会看见 他动作开始越来越大 因为事实上很多华府的这个专家 或者是官员也提到 如果美国要在亚洲继续扮演 领导者的角色的话 当你的盟邦都对这件事情非常在意的时候 你要当领导人 你就得要出面当大哥要说话 所以说显然美国在这件事情上面 也不会因为就此沉默 所以这个事情恐怕还不是这么容易就解决了 好的 谢谢玉芬一强 请教在台北的王冠胜 王所长 这个话题当然台湾很关心了 包括台湾的驻美代表金普聪 已经在昨天到任到华盛顿了 马上那个民进党的驻美代表 吴钊燮前大使也要来这个地方 相信他们跟美方在交流的过程中 都会针对这个部分来提出关切 那么想请您分析是 这件事情究竟会对两岸关系 造成多大的影响 有些人认为说不应该 两岸已经关系向前迈进 不应该在这个护照内叶这个小事上打转 您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王所长 关于这个首先第一点的话 我们从国际法的角度上面来看 这个护照它本身所代表的一个意义 护照本身是一个国家 它所授予给予它的人民 那么让它的人民在海外活动的时候 一个证明它国籍 证明它身份 还有方便它旅行的一份文件 那么这份文件 它绝对是属于官方所发行的 而且它会有具有一个绝对高的一个 关于官方的象征的意义 以及主权的一个意涵在这个里面 那么我们现在会比较担心的一点 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 具有高度官方意涵的这个文件里头 那么出现了这个 比如说在南海的这个议题上面 当然南海的议题在两岸的主张上面 这是有相当大的一个重叠性 那么在南海的议题上面 我相信在两岸之间的目标 也是相当一致的 不过在把台湾的一些的 这个风景区 放到了它的这个护照的内液里面了以后 它会有另外的一个 相当大的一个象征的意义 也就是说台湾的这些地方 事实上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这个领域管辖范围之内 那我相信这一点的话 是在目前无论是在 这个中国国民党的这一个执政 或者是民进党的执政之下 都是没有办法去接受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们刚刚可以看到的是 这个中国大陆外交部的这个发言人 他所做的这个陈述 我个人认为他是企图的是要把这件事情 做一个而不是在做淡化 而是在做一个转移注意力 是希望大家把这个注意力放到 是一个技术上面的一个问题 但是呢我们可以发现到 事实上这个他所谓的技术性的问题 已经在东南亚的国家 特别是在菲律宾或者是越南方面 已经有已经兴起了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反弹 那么一些做法上面 也是值得我们去继续留意的 好的谢谢王冠雄所长 那么接下来我想把时间交给 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 请博弈继续就这个话题和两位来宾来进行交流 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 那么继续我想先请教在花府的曹一芬女士 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待 中国大陆的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那么有政治分析家就说 其实中国大陆这样的一个做法 算是一个非常聪明或者巧妙的布局 因为只要是跟这个中国大陆 有领土争议的国家 他在这个护照上面盖上签证的话 等于就是这个间接的承认了中国大陆 对于这些争议的这个地区拥有主权 那么此外呢也有一些一个不具名的外交官 对于英国金融时报发表这个评论说 这个中国大陆这个新版护照呢 是发出去是绝对不会收回的 否则的话对于中国大陆的威信 会有很大的损害 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就是 但是这个大陆的网友呢 他们却认为说中国大陆的外交部 这一次这样的做法呢 是给这个新领导班子添乱 那不知道您是怎么样看待 这个大陆的这个外交部 这一次这个护照风波所引发出来的 种种问题呢 谢谢博弈 我想说第一个提到的就是说 我们刚刚讲到国务院 四天连续关切这个问题 但是完全没有提到台湾 那么他再提到了印度啊 听到了菲律宾跟其他国家 所以说台湾在这个问题上面 可能更尴尬 因为就是说很多在国际间 因为我们的这个承认的问题 一中的这个原则的问题 很多人认为这个是中国的内政问题 所以说即使台湾 所以说台湾在这个事情上 要不断的发生是非常重要的 否则会就是说大家会认为说 其实台湾已经默认了 尤其是中华民国的地图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图 其实很多部分是重叠的 几乎是所谓的领土的宣誓的部分 是几乎是一样的 所以说那当然中国的大陆 也有人吃台湾的豆腐说 你们也可以在你们的护照上 把我们把你们宣誓的地图印上去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其他的国家有在做反制的动作 就是说虽然说中国的护照印了地图 但是我们看到像印度 他们就说我们也要在盖章上 把我们的地图盖上去 那你说这个官方文件 是一个重要的宣誓 我们刚刚也提到说 看不出来中国会回收 可是他真的以为说 其他的国家就会这样子默认了吗 第一个就是说 地图不代表说 你现在所争议的问题 因为出了一个地图以后 就可以解决掉了 那第二个就是说 其他的国家也可以在 譬如说自己的护照上面 盖地图的方式 或者用自己印制地图的方式 来反制 最重要的就是说 接下来正在目前讨论这个主权争议的很多的论坛 或者区域的组织上面 就是给中国自己制造很多的问题 因为整个亚洲来讲 对中国的崛起已经有相当大的警觉了 那么美国重返亚洲 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气氛当中 受到很多亚洲国家的欢迎 所以说中国这个动作在背后 长期来讲 也许它有一定的这个长期的布局 可是在进程来说 看不出来就是对于它在这个地方 所谓要削减中国威胁论 这样的一个做法 对它有什么样的帮助 那么我觉得在台湾上面来讲 我们看到朝野两党的反应 基本上都还是照着他们过去党派的 这个立场跟意识形态 来做致事的回应 可是整体上我相信台湾 不管是国民党跟民进党 应该要继续在这个过程上 要有一个共同的焦点 一个继续发生 就是说今天大家要有个共识的 就是说我们未来是统治度 可能台湾内部有不同的想法 但至少在目前中国政府 没有有效统治台湾 这是一个事实 那么我们可以从美国 跟国际上的反应来看 台湾这个部分根本没有被提起 所以自己绝对不能够保持沉默下去 好的 谢谢曹玉芬女士 那么回到台北 我们请教我们冠兄所长 就是想请教 就是这个事情对于这个南海 中国大陆对于南海周边国家的 一些领土的争议 我们注意到这个中共的 这个新任总书记习近平 他在这个会见媒体的时候 他有说到 就是中国要更多的了解世界 世界也要更多的了解中国 但是没想到之后就出现了 这样的一个事情 显然他应该是没有更好的了解世界 否则的话是这个 这个他不会没有预料到 这个会有这么多国家抗议 甚至越南已经说了 就他拒绝在新的这个护照上面 盖这个签证 那您是怎么看 就是中国大陆 他这样的一个操作 后面的这个想法 同时他这样的一个做法 会不会让这个周边国家 跟他有领土争议的国家 我们注意到印度 他的这个反应也非常的激烈 会不会跟这个 这个周边国家的这个领土 这个争议有升级的趋势 甚至会有更高的冲突发生 您的分析 是 中国大陆在过去的 一段时间里面的发展 大致上 他大概都是从这个 经济的发展上面为主 那么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也就是因为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面 中国大陆在经济上头的 一个亮眼的表现 那使得他在对外的 这个外交行为 或者是对外关系的处理上面 会变得更加的 这个 具有信心 不过从这一次的 这个事情上面来看 我个人 从一些这个讯息上头 来进行的分析的话 我个人会认为说 中国大陆在这一次 这个事件的这个 处理上面 我感觉起来是过度的急躁 而且是蛮粗糙的 因为就如同我刚刚 跟各位听众朋友 所报告的 一本护照 它的一个发行 事实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象征 那么一个护照出来以后 如果说受到了 其他国家的 这个质疑 或者是反对 那么因而就把 这本护照就收回 那么这无异于是 等于是这个前面两分钟 搬了一块石头 后面两分钟 就砸自己的脚了 那所以我个人认为 中国大陆 他们会把这本护照 他要这个收回 重新制作的这个可能性 我想应该是很低 那么在这种很低的状况之下 中国大陆 他势必一定要去想办法 要去从别的方面 我们可以说是一种弥补 把这个外交关系给修补起来 那么可是我觉得在这一个 特别是在一个新任的 这一个国家领导人的 这个出现的时候 那么马上就出现这样子的一个 我个人会认为 这算是一个危机 在这个外交危机上面的 一个处理 那我觉得中国大陆 在处理这件事情上面的话 我是觉得是比较粗糙了 那么一点 那么我们在这一个 他的邻国的这个反应上面 我们大致上面很清楚的 可以看得到 像是刚刚主持人 您有提到的越南 他就说他不会在这一个 新版的护照上面 去进行任何的这一个加注 或者是任何的这个签章 那么菲律宾那边的 这个表现的话 倒是会让我们 是觉得是比较特别的 菲律宾的这个总统 他是在早上的时候 他表达了 他认为说这个事情的话 菲律宾会表达抗议 但是会接受 这一个中国大陆的这个护照 但是到了几乎是到了下午的时候 这个菲律宾的外交部 就很明白的讲说 这个菲律宾是没有办法接受 这样子的一本护照的 那么他们不能接受护照的一个做法 事实上很简单 也就是说 在他们的签证上头 他们另外用一张纸来代替就好了 那么进来的时候给你一张纸 出去的时候把这张纸收走 那么完全不在这个护照上面 留下任何的痕迹 也就不代表说 我因为给你盖了张之后 就让你会认为我已经承认了你的这个护照上面 所具备的任何官方的或者是正式的意涵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发展下去的话 很显然的一定会对于中国大陆 还有它很不容易在东南亚的这个地方 跟许多的邻国在很多的这种经济上面的交流 或者是在一些政治上面 社会上面 文化上面的互相的这种互动 所建立起来的一些的这种良好的一个基础 那么有可能会因为最近这几年以来 因为南海的议题所引发的一些争端 然后再加上了最近的这一个护照的这个风波 我会觉得说会让中国大陆在东南亚的这个地方 会在它的外交的推动上面 可能会产生某种程度上头的一些的影响 好的谢谢王所长 也谢谢曹玉芬女士的分析 那么继续的时间我们要进行到 然后邀请听众观众朋友们共同来加入我们讨论的时间了 把现场交给东宁 好的这是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 由我凡东宁在华盛顿 和在台北的叶博弈先生为您共同主持 海峡论坛今天讨论的话题是 中国新版护照引发的风波 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当然节目中我们也会请来宾来分析 中国新一届领导人要如何化解这一次的护照风波 还有背后更棘手的这个男孩主权争端 那么在演播时现场为您请到的嘉宾 一位是台湾自由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曹玉芬女士 一位是台师大政治学的研究所所长王冠雄博士 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 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 向我们的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 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 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 好的我们首先接近台湾的听众 先请台北的陈先生发表您的看法 台北的陈先生您好 好大家好 首先从那个 如同大家刚才所讨论到的 其他的相关国家都已经做了强烈的反弹 甚至于反制的出时 那唯独台湾的马政府的相关的 软塌塌的声明动作 这是立心的摇头 其实这一点都不意外 像马政府最近的举措 像是拒绝达赖喇嘛来台 还有那个举人自毁过去他的承诺 什么只会卖台湾水果到大陆去 不让大陆水果进来 结果前阵子 前不久中共商务部长说什么 施压要 报警也要水果进入台 结果就马政府 自乎是打算照办的 也引起台湾果农反弹 这些软弱的措施可以是 谢谢台北的陈先生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谢谢您 下一位是浙江的钢先生 浙江的钢先生您在线上了 请讲 喂你好是我吗 是的请讲 喂你好是我吗 是的请讲 我跟你讲 中国人跟台湾跟大陆都是中国人 不管政治归政治 中国人都要提醒你先把中国人 给他拉回来 不要让外国人披露 为什么非里面一个越南 这么小国都来欺负中国人呢 你们是不是中国人呢 你们虽然说路级美级 但是你们还是中国人 永远逃不了你是华人 好的谢谢浙江的钢先生 谢谢您 今天我们先让听众观众蛮多 请大家尽量的稍微简短一些发言 桃园的陈先生您好 请讲 你好我想这么说 那他第一个 中华民国跟中华民国领土 本来就有一点不太一样 但是很多地方是一样的 他贴上去 台湾这个风景并不表示 他统治台湾 这件事情没什么好真的 同样的故宫 在台北也并不表示 那个故宫属于中华民国管辖 然后他贴把地图贴上去 是挑灭了一件事情 就避免就是重演 因为现在日本在调义台上头的搞法就是 他要搞出一个所谓的和平占有的意志 那他现在地图挑出来的话 那现在所有人都能跳出来的时候呢 那表示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至少再是有争议的 也就是说这原始上他的目的就是这样子 不是什么天乱子 那如果任何人跟他造成争议的话 即使是争议 那也表示一件并不可能 那这也就是表示他宣示他主权的意思 好的谢谢桃源的陈先生 谢谢您下一位是陕西的樊先生 陕西樊先生请讲 陕西的樊先生您还在我们线上吗 喂我是台中 喂台中的姚先生你好 你好请讲 我简单的说在台胞证还没有汇除以前 小两岸还是有问题 要等台胞证汇除以后 这个才可以把我们的中华民国的里面 很重要的两个代表性的空间 然后印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上 因为中华民国护照大概在全球化的免签的风潮之下 越来越有价值 所以大陆还开玩笑的要谎照 那第三个是护照它是代表外交的一种公文 好的 台中的姚先生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谢谢您下一位是深圳的薛先生 薛先生您好 好的我想讲一些 很赖的一个问题 深圳的一个宁州的村委会主任 他拥有20亿的资产 俄西莱 包括雷正富 像这些人都拥有巨额的财产 那么中国绝大部分的老百姓 包括在深圳地区很多人连房子都买不起 但是有很多当官的人 他却有10套20套 甚至七八十套的房子 好的谢谢深圳的薛先生您所反映的 这个中国贪腐的问题 和老百姓的生活问题 我们也很关切 不过请您锁定 我们每周一到周四的这个VOA卫视 我们会有另辟时间来讨论这个话题 接下来我再接一个台北的郭先生 台北郭先生您好请讲 两位主持人 两位嘉宾好 就这里我发表一些意见 台湾最主要的问题是被决定化了 那个一中不要再讲了 再讲也没有什么用了 那个乱子是中国自己出了 台湾如何在谈判上得到自己的好处 我看不出现在政府是如何的做法 格式国事会要开吗 这是我一个人的浅见 好的谢谢台北的郭先生回到华盛顿现场 一分刚才听众观众很踊跃的讨论这个话题 两位台北的先生都认为马英九政府做的不够 您的看法 我想就是说这个看 你现在在台湾 我刚刚讲到因为两党的反应 是根据他很制式的这个立场 那么在党立场当然认为说做的不够 就是说很多国家都有那么强烈的反应 台湾只是发表一个声明 那么你接不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 将一本护照呢 如果不接受的话 是不是你也可以在上面用一张纸 或者是说盖个地图 用一个更强烈的态度来表明 但是在这个我刚刚提到说 因为传统上这个国民党的主张 就是他也是怎么讲 整个他的这个政府代表的是整个中国 所以中国的地图也在他的这个领土范围之内 所以说这个部分就变成是个内部的问题 很难在国地上讲清楚 那在很多台湾的人认为来讲 说他很不能够 这个不能够满足他们 就台湾作为一个主权国家 你态度太软弱了 但是因为马政府现在有这么多的重要的这个谈判 在跟北京进行 那他愿意因为这个问题 牺牲掉其他议题的进度吗 这个是现在马政府的困难 还有他因为坚持一中的这样的原则 他必须要承担的某一些的这个困难 在讨论他不能够跟其他的国家一样这么强硬 但是对内来讲的话很多人不能够满足 就是不能够接受他这样的态度 我想刚刚提到就是说有很多听众提到 这本护照就是说道理对中国 很多当中国很多这个民族情绪认为说 有什么不对 问题是说很多人拿了这本护照 本来中国护照就已经很不好用了 那今天再增加这个问题 直接增加了很多平民百姓的麻烦 那在中国你可以看到 有办法的人其实早就拿外国护照了 刚刚那位听众提到说 这个大家要爱国啊 都是中国人 可是事实上很多中国的精英高官 都拥有第二本第三本的护照 甚至第三本的护照 所以可以讲说 今天中华民国这个台湾的护照 可以行在一百多个国家不用签证 可是事实上中国的护照 本身就已经不容易出国了 那再加上这个纷争的话 我想对一般老百姓来说 更是其实是麻烦 远多于他的这个方便 好的谢谢玉芬 也想请教在台北的王冠雄所长 事实上我们在回顾前一阵子 这个钓鱼台 钓鱼岛主权争议的时候呢 其实那时候有很多听众观众反映说 认为说两岸应该要携手 来在这个钓鱼岛的问题上面 或钓鱼台的问题上面展现立场 那这一次护照内叶印到了 这个日月潭跟清水断崖 也有一些刚刚有一位听众也是说 那两岸也应该要共同的来宣示主权 但是马英九这边看来 似乎是左右为难 毕竟他这边还有两岸关系的一些 发展必须要顾及 那您的看法是 马英九他能够做得更好 或采取的其他的步骤 究竟是什么呢 王所长 是 两岸之间的这个关系 基本上面在法律的这个概念上面来讲的话 就是在这个国家没有改变的状况之下 各自会有不同的政府 在不同的这个领域范围之内在进行 实际上面的治理的这个行为 那么所以在台湾地区的中华民国政府 以及在大陆地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事实上是在不同的领域范围之内 执行他不同的这个政府功能的 这样子的一个组织 那么在这个两岸之间的关系上面来讲的话 那么马英九政府他的很明显的 他都已经表现出来了就是说两岸之间的未来的这个发展 应该是朝向一个健康的 而且是在一个和平的过程当中去进行一些发展 那么发展的这个进程也也曾经这个很明确的这个表达过 是应该是先从这个经济的手段 然后经济的过程 经济的谈判 然后再过渡到未来政治性的一些的议题的合作 那么所以呢我个人会认为在目前的这个阶段里面 无论是在谈到了南海的主权 岛礁的主权 或者是在前一阵子 对于这个钓鱼台主权的这个纷争上面 特别是在共同这个希望能够共同对日的这种期待上面来看的话 我个人会认为马英九政府在这个时候 他会表达出来的一个比较强烈的一个意愿呢 就是说两岸之间事实上还没有过渡到那个政治性的这个阶段 那么因此呢在目前来讲的话 那个两岸之间在对于主权的这个议题上面的时候 基本上大概合作的空间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啊 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从另外一些法律的这个层面上面来看 那么所谓的主权 它指的是一个国家最高的一个权力 那么所以呢在这个最高的权力之下 我们怎么可能会跟另外的一个 这个可能是主权的一个代表啊 我们会会进行这种这种主权性质的这种谈判 所以我个人认为在目前这个阶段来讲的话 马英九政府他在跟对岸就这一个议题上面啊 无论是在就这一个钓鱼台的议题南海的议题 或者是在针对这个护照的这个风波上面 如果说要能够有一些这种合作的这样子的一个走向的话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风波的这个上面的话 我相信这个有很多的朋友啊都会都会期待的是 马总统他自己本身是不是能够能够表达一些的这个意见 那么我个人认为在走在透过这一个陆委会的这个表达上头的话 我个人认为是已经是有一个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出现了啊 那么当然也会有有朋友他们会期待的是说 既然护照是牵涉到外交的部门 那么外交部啊中华民国外交部这边是不是也有一些的这个意见可以表达 那我个人认为那基于职权的关系啊 中华民国外交部他 因为基本上我们对于对岸 并不是把它架构在另外一个国家的这一个身份上面 所以要想由中华民国外交部这边再发表一些意见的话 我相信这个在职权的这一个分工上面 可能也会有它的一个难处存在 好的谢谢王冠雄所长 我们知道中国新版护照衍生出来这个主权风波还在持续 那么美国政府刚刚我们也提了公开多次表达对此事的关切 包括了美国国务院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 上个星期四在国务院会见中国驻美大使张叶岁的时候呢 也敦促中国要就这个新版护照重新来做考虑 并且希望了解中国最近有关于即将搜索南海外国船只的一个决定 我们在继续接听众观众朋友们来电之前呢 先来看一则VOA卫视的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说 对非法进入该海域的外国船只 海南省警方不久将授权登船搜查扣押和驱逐 中国官方的中国日报说 非法活动包括未经批准进入中国水域 以及参与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宣传 中国日报说新规定将于明年1月1号开始生效 中国海南省管辖将近20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 今年7月 中国军方在新设的海南省三沙市设立警备区 以加强对该水域的主权要求 菲律宾 越南 文莱 马来西亚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 也宣称对该海域拥有主权 这些国家和地区对北京不断增强宣示主权力度感到担忧 以上是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报道 这是中国加强主权宣示的一连串动作 我们继续来接电话 听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意见 辽宁的王先生您好 请讲 您好 首先来说 这是中边国家地区对中国的崛起 感到恐惧的一种表现 在中国没有完全对主权实际控制之前 想造成既有既成事实而已 未来我想在延伐二三十年之后 中国必须在亚洲进行一系列的战争收复主权 这是毫无疑问的 目前对护照的风格对中国来说没有什么大不了 首先来说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好 军事的发展也好 起不了决定性的主动 最终决定权还是中美的对决 好的 谢谢辽宁的王先生 我们明白您的观点了 下一位是台湾屏东的孙先生 屏东的孙先生您在线上了 请说 两位主持人嘉宾 两位嘉宾 你们好 我认为这个我们这个中国大陆 他这个宣示这个新护照把那个南海助导划入 这个菲律宾越南 马来西亚他们抗议 这是意料中的事 那么最早我们都教科书啊 我们北指撒烟岭 中华民国地图 南指曾母难杀 这是中国的孤友江鱼 那么这个是无可执意的 他们因为现在目前传说这个南海有这个 丰富的油圆跟这个丰富的矿场 所以这些个绕小国家 早不讲这个现在 他想直到有这个宝藏了 他要想来这个成果大街 孙先生 谢谢您 谢谢您 不好意思打断了 我们后面还有很多的听众观众 大家希望稍微简短一些 让大家多有机会能够发言 下一位是江苏的汤先生 江苏这位观众您好 请讲 首先我觉得这个外交部的这个做法 就是说是展现一种展现天位的做法 就是说 喂 请继续说 汤先生 就是说如果要跟周边国家搞好关系的话 那就进一步加强我们的军备 让他们真正认识到中国的实力了 让美国不敢轻举妄动了 那么关系自然就很好了 至于台湾的话 他的这个军人马上就是保险的破产了 所以的话我希望就是跟国军弟兄 赶快跟这个报备加入中国军 好的 谢谢唐先生 下一位是我们的一个新的听众 接听一下台湾花莲的梁先生 花莲的梁先生您好 请说 大家好 你好 我这里好 我们是说这个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就是说大陆和台湾嘛 双方嘛 都承认是一个国家 那名称的话 各自表书 那现在的话 大陆上把我们这个日月潭的风景要画上去 但它也可以说 就是你们说的一个国家 为什么不能够画上去的 所以我感觉有矛盾 我们自己也承认说是一个国家 那为什么画上不对的 我们这里面画的地图 还不是把它大陆的整个也画上去 说是中华民国人的地方 那所以我想请专家们来解释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个矛盾 好的 花莲 梁先生这个一位 或许等我来宾可以稍微跟他解释一下 好的 我们今天有很多新的听众 请大家尽量的担心等待 不过我想先把时间交回 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 请博弈就刚才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的问题 来继续进行讨论 博弈 好的 谢谢东宁 那么今天的这个线路很顺畅 我们出现了很多很多新的听众 非常的感谢大家 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这个王冠雄所长 就是刚刚花莲的梁先生有提到 他说这个九二共识啊 这个一中各表大家都讲了很久了 那可是我们如果说要在这个问题上提出抗议的话 是不是有矛盾 针对这个问题您是不是为梁先生做一个答复 是 很简单的来讲 九二共识它的一个概念上面 就是说在一个中国的架构之下 那么各自会表达这个对于这个中国的意涵 到底是怎么样去解释的 那所以在各自的那个角度上面的话 那当然这个台湾这边的中华民国政府 都会有我们的一个解释 那么基本上的一个解释的话 这个就如同马英九总统 他在过去好多次的这个意见的表达上面 都已经表达得很清楚的 那也就是依据我们目前的中华民国宪法 以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以及这一个过去呢 这个两岸的这个国统纲领 这个这些种种的这些我们自己国家 所公布的这个文件上头 那么来做出来两岸之间的事实上 把架构是架在是两边 都是在一个两个地区 那么这两个地区呢 这个都是在一个中国的这个架构里面 那么对岸的他所谓的一个中国的话 那么他就是很明白的 就如同我们在国际社会上面 所听到的一个说法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那么对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唯一的一个合法代表 那所以就说让各自对于 这个所谓中国的这一个意念 来给予他不同的一个意涵 那么所以从刚刚的这个 花莲的梁先生的这个说法上面来看 当然这个对岸的这个中国大陆 他们在他的新版的护照上面 把在台湾的若干的风景区 把他给放在他的里头来 来这件事情来看的话 那么当然如果从这个对岸 对于这一个九二共事的 中国的意涵的解释来看 那么当然这个问题就没有了 因为这个这是对岸 他们的这个自由 那么但是呢 这个我是觉得说 我们还是必须要回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在台湾这边的这个陆委会 事实上在他的这个针对这件事情 这个风波上面所表达的一个意见 就是说这个盼望是能够在这个时候 正好就是在两岸之间关系 都是逐渐的在加温 然后两岸之间的这个一些的合作 也都在逐渐展开的这个时候呢 要尽量的减少这种会增加误会 那么会增加这个彼此之间的这一种 进一步的这种不妥协的这种状况 要尽量的把它给减少 那所以我觉得对岸 他当然在他的自己 对于这一个所谓一个中国的 这个解释上面 当然有他的一个权利 那么他也可以说 这是基于九二共事的一个原因 但是呢我觉得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面的话 实际上还可以更细致一点 那么会让我们在台湾这边的朋友呢 这种反应上面的话 可能也就是不会那么的强烈了 好的谢谢王所长 那么继续回到华福 我们请教曹玉芬女士 我们注意到过去十年呢 这个胡温体制 它多次的以这个和平发展 来取代和平崛起 同时也多次的强调 这个中国绝不称霸 不过我们从刚刚美国之音 所提供的这个报道 也就是这个海南 可能要加大对于这个外国 这个船只进入海域的 这个查查的登船的这样的一个力度呢 让周边国家都产生了疑虑 甚至是抗议啊 所以也有人就开始有担心到说 就是第一个就是这个地方的冲突会不会升级啊 第二个就是说 您觉得是这个和平 这个是习近平上台以后 他把这个和平发展的调子给改变了吗 还是说中国从头到尾 其实就一直是采取崛起的态度 而和平发展只是一个皇子 不知道您的看法如何 好的 我刚刚想说 针对网友说提的这个提一点 就是说马总统在跟这个对外谈的时候 基本上他是在一个 一国两府的概念之下 可是中国这个动作会让很多人觉得 他连一国两府其实都不接受的 因为如果你真的尊重说 在台湾还有另外一个政府 即使这个政府要求的是 未来可能跟你寻求统一的 这样不否定一个中国 但在你的现实上 你连护照上都不承认这个政府真实的存在 就有效的统治的是跟你 目前来讲不一样的一块领土 所以说会让马政府在这个台湾来讲 是处于两面受敌的 北京显然不承认他这个政府 那么在国内的话的在野党 也觉得说你把这个国家卖掉了 所以这个基本上马政府 又会处在一个被两面夹杀的 一个这个状态上 那么刚刚讲到说大陆的这个和平崛起 也有很多在美国的学者认为说 这个是邓小平时代 所谓韬光养晦的一个这个政策 那么在中国连续崛起了20年之后 到底这个邓小平的指导原则 还能够持续多久 可能很快就要面临挑战了 就中国的像刚刚提到 很多的听众打电话来 他们这个民主主义的情绪也非常高昂 说中国都已经这么强大 为什么还要过得这么委屈 所以说这个整个的和平发展 或者是要把这个中国局去淡化的这样一个情况 到底能够持续到什么程度 那么我们看到在主权上 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是软化的 那么我们经常批评中国的作为 可是事实上也看到越南跟其他国家 其实已经做了很多的动作 那么过去因为中国把全部的心力都放在对付台湾 他基本上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去处理 他跟其他国家周边的主权争议 他基本上是就是说以牧林政策为原则 但是他现在当他崛起 要把这个手脚往外伸展的时候 发觉原来一下子不但是碰到台湾 还碰到了菲律宾 又碰到了越南 对 美国 所以说当他准备要把脚跨出他的这个 过有疆域的时候 发觉说原来这么多的邻居 都跟他有碰撞的问题 所以说他在更长远的发展来说 他已经要超越在台湾问题上的 这个整个思考模式 必须重新思考他在亚洲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他要一个什么样的姿态来发展更壮大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我们继续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 东妮 好的 湖北的吕先生 您好 请说 湖北的吕先生 您在我们线上了 是我吗 是的 请讲 是这样的 我刚才亲讲一下 其实呢 从历史的角度来讲的话 那个什么护照上 谁占有多大的将领 其实我们应该从历史的角度来 分析这个问题 对吧 那么那个 我想一下 就是说我们看一下 我们现在啊 就是这个 呃 台湾的这个中华民国政府 应该说说 他自己要求好自己的地位 因为怎么说呢 他那个地位他应该是一个流亡的政策 对不对 他是为什么流亡呢 这肯定有一定的历史的原因 好的 湖北的吕先生 您提到这个历史的观点我们同意 不过您可能要 陈述的这个问题比较长哦 不好意思先打断到这边 下一位是台北的杨先生 台北杨先生您好 请讲 台北杨先生您在我们线上 请说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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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先生如果 你好 我台北杨先生 嗯 请讲 杨先生 你好 我想请问那个 台日那个钓鱼台的那个鱼权协议 能否要与美方先沟通有共识 那这样有利于台日的协议 还是直接与日方协议就好 那大陆和平结局 他护照的九段线 是否为谈判的筹码 是可以更改的 让各国在南海都有合理的活动空间 让大家都能够接受 好的 大陆内部的那个矛盾 如何化解 可否转移到地区冲突 是治标不治本 好的 感谢台北的谢先生 谢谢您 下一位是山东的刘先生 山东刘先生 简短发言 喂 你好 是我吗 是的 请讲 喂 你好 是我吗 我是一个二十多岁的 山东的公主 我谈一下中国护照的问题 通常中国护照一定的所生的民主问题 是一个迟早有解的问题 既然已经把问题进入护照了 这就是把问题全都摊开了 所以将来以后肯定有好处 好的 不用再采取以后的叛光养晦的政策了 山东刘先生 我明白你的观点了 下一位是台湾新北市的黄先生 新北市黄先生 主任好 来宾好 你好 其实这个问题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在护照上面灯那个图片 主要是为了促进观光旅游 就是大家把问题给放大了 我们中华民国地图是个秋海棠 连蒙古都包括在里面了 我们的志气很远大了 像那个南海九段线 从大明朝政河下西洋七次的时候 就是中国的势力范围了 那美国的阿拉斯加 跟那个美国的夏威夷是怎么搞来的呢 那请美国人解释一下好吗 所以我觉得 好的 谢谢新北市的黄先生 谢谢您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下一位是湖北的汉先生 汉先生您在我们线上了 请说 好的 我接下一位 黑龙江的傅先生 你们好 你好 请讲 哎呦 我觉得台湾人真可笑啊 东华民国 你们是哪里啊 你中华民国土地哪块不是他中国的 哪块不是中国人 你以前成为大陆人 所以大陆同胞啊 当年吉姆松祖先 不是搞过满洲国吗 中华民国承认过吗 不也认为是中华民国土地吗 现在中华民国就是中国土地 你们有什么不迷惑的 不可思议的 我觉得这样太可笑了 好的 谢谢黑龙江的傅先生回到华盛顿 今天听众观众非常踊跃 也凸显了这个话题的一个重要性 您认为习近平应该如何平息这个护照风波 刚刚王观众所长认为这是一个外交危机 他要怎么平息这个危机 还把蒙古画在你的地图上面 那么全世界蒙古都已经承认它是个独立国家了 但是为什么蒙古没有抗议呢 因为知道中华民国根本没有任何的实力 来执行这样子的一个宣誓 知道你这个是个历史的遗迹 把它供在那儿像个木乃伊一样的 但是为什么中国的地图一出来之后 会引起这么大风波 因为大家知道中国在在崛起 它今天所宣誓的它有实力将来可能要去交涉 所以说为什么会让很多国家这个警觉出来 就是因为这个不但是一个实际的问题 中国宣誓 而且他们觉得中国有能力去执行这个宣誓 所以才会引起这么多国家 在它没有继承事实之前要先反制 所以说习近平当然他第一个要面临到 就是说他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要考虑到不但是自己国内的民众的 这样的一个民主主义不断壮大的声音 当然也在就是说他要怎么样 让这个国际社会 他在不跟美国跟邻居 产生冲突的状态下 去满足他国内的需要 但是又不会引起全部的这个邻居 加上美国的力量 来杯葛他的崛起 这是他要面临到的 比较大的一个重大的挑战 好的 谢谢一芬 也是同样最后一个问题 请教我们在台北的王冠雄王所长了 同样的是习近平这位中国新一届领导人 他要如何来解决目前的护照风波 跟这个背后更棘手的一个南海主权争端 还有另外有一位就是东盟他即将退休的秘书长 也向英国的金融时报表示说 南海争端如果不解决的话 会演变成亚洲的巴勒斯坦 最后的一分钟请您回答这个问题 是 我先从后面的一个问题来做回答 南海的这边的议题如果说 按照这一位秘书长他的说法 刚刚退休的秘书长的说法 我个人认为这是有点是夸大戏词 为什么呢 是因为最主要的是东南亚国家 他们是希望能够透过某一些的 中国大陆的一些的举止 来扩大对于南海问题的一个严重性 事实上我觉得这个严重性 倒并不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那么另外的话再回到了这个前面 我们这边所讨论到的这种状况 我个人还是认为说 这绝对会对于一个新任的领导人 习近平来讲的话 它会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挑战 挑战的话 我个人认为它是出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的话就是这个护照 对于这样子的一个 属于官方所发行的一个旅行文件上面 所引发的这些争端 那这个争端到后面要怎么样去处置 以及怎么样的能够这个消弭其他国家 对于这一本护照上面 所存在的这些讯息上面的不安 那我觉得中国大陆这边 它很可能会采取的是一些的 这个经济上面的一个做法 来做一个适当的一个回应 那么另外的话 我个人会到处会比较担心的是 对于这一个 对于这个南海这个地方的这一种 就是外国船舶 如果非法进入的时候 中国大陆这边 会对于它采取一些扣补 拘押或者是驱离的这些行为 因为这个就无异于是 是这一个回应了美国 这个对于南海地方 会发生这一个 freedom of navigation 也就是航行安全议题的一个忧虑 好的 今天这个讨论呢 非常的热烈 非常感谢大家热情的这个参与 两位来宾的这个热烈的分析 讨论跟听众朋友的热烈的参与 谢谢大家 好的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 我们感谢台湾自由时报 驻华盛顿特派员曹玉芬女士 以及在台北的台师大政治学研究所所长 王冠雄博士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 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 您的积极参与 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 发表上的个人观点